249 文匯報A 股回穩態勢未變 2015年7月15日投資理財B06數碼收發站司馬敬美股三大指數隔晚挺升於百分之一 道指漲217點扣18000,標普則升叫2100 希臘與歐元區達成新救助方案成為主因 美股大保障對已先行急性的周移亞太區股市未有太大刺激 反而希臘總理受執政聯盟內的反對壓力連通過新協議傳有變數 多數市場升幅溫和 而歐入股續挺升於百分之一的表現最佳 內地A股增升穿4000彎,其後如壓倒跌至3856 不過美股仍能回升上3924報收,跌1.16% 大時基調回穩態勢未變 港股年升三日1700點後,明顯有回吐及套現壓力 但退至24900即有成績,顯示250天線24897或好有大互力撐 收市回升上25121,全日跌103點或0.41% 成交縮減至1261億元,港股短期內了在24 925300之間整固 司馬勁內地A股至上週四低點3374,一口氣連帳三日 上證指數大步收復3800、3900關之後 昨天第二度衝越4000關 雖未能期穩而退回至3900點水平 但在更多股份復排下,昨天大市成績力初步獲考驗 值得港股投資者開懷,該A股再大幅回落失手3700關的話 對港股必會構成另一次孤壓 放緩憧憬政策支持今日市場焦點市內地公布次貴 數據 在5、6月經濟增長放緩下,市場已預期可能7%難保 或回落至6.9%或6.8% 不低於6.8%,市場仍可接受 唐企穩7%可視為好消息,值得一提的是 GDP增長放緩已在市場視為身上太的必然結果 隨之而來的寬鬆政策憧憬,反而成為市場看好因素 因此近兩月失利的經濟數據 股,會視反應不太大,人行更相應地營出減息,降準支持實體經濟 所以今日公布的GDP數據,也成為市場憧憬人行或發改委會 否再出招的政策評估 中銀售南商無阻力勢創新高近半年來 由盛傳到證實出售南洋商業銀行的消息 昨天達至決定性的結果,中行3988及中銀香港以388聯合宣布 中國銀行以獲財政部批准,在以發設立的省級以上 產權交易機構公開掛牌轉讓所前南洋商業銀行百分之百股權 今日啟動在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的進場交易流程 換言之,中銀出售南商以無阻力,指示選擇買家及價錢而移 市場一直盛傳由廣東月秀集團及中國信達集團爭奪 月秀本意收購廖創興銀行,今次盈力爭,主要是南商在內地 香港均有銀行牌照,有利業務擴置內地省市 中國信達信成功收購,地位進至銀行級 由收購不良資產過導致擁有全銀行業務 同屬力爭原因,站在中央鼓勵銀行向民營開放 在股份制改革前景下,信達也獲看高一線 市場平股南商售價約60億美元,約465億港元 對中銀股價甚正面,有力支持未來股價創33.7元歷史新高 至於中行液水漲船高也,公司動向方面,大寧集團0211公布 預期或很可能將收回一筆有關中國武漢收費功勞項目之 應收成對票據款項 該款項已於2014-2015財政年度作出減值虧損4296萬港元 倘收回該款項可於今年度確認為收入 另外,大寧亦公布建議發行紅利認股權證 基準每次有10股獲發兩份,營購價為0.1元 有效期12個月,交上個交易日收報折養72.6% 3.11群 6